一辆机车经过桃园某镇的T字路口时 跟对象来车发生相撞 猛烈撞击力道 让骑士连人带车当场弹了起来 走近当时有巡逻远警在附近等红灯 也立刻上前来处理 而另外南投则有驾驶酒驾开车上路 他的酒侧值高达0.63 在途中失控撞上了72岁的男骑士 导致对方伤众不治 而这名驾驶经绝自己闯下大祸 当时整个人贪软 跪坐在商者旁边下得不知所措 T字路口一辆机车越起越往左边 下一秒变成与对象来车迎面撞上 强大撞击力道 其实连人带车弹起场面触目惊心 另一支监视器也还原瞬间 骑士向左偏时跟轿车撞上 人弹了起来扶着引擎盖 还好有站起来 而就这么刚好 有台警车在路口等红灯 迅速上前处理 在门口这边听到来过去看 这种机车因不明原因 与对象执行 自知巧合车发生碰撞 惊险瞬间发生在19号晚上6点多 男子骑车行经桃源平正时 与轿车对撞 所以骑士只有擦错伤 没有大碍 双方久侧职为零 赵泽海有待理清 无度有偶 男头也发生严重车祸 现场只有一个啊 一个伤患而已啊 欧卡 救援人紧急赶到现场 七旬的机车骑士遭撞 重伤倒地 还失去呼吸心跳 一旁有名身穿局衣的男子 贪软跪坐在一旁 原来他喝酒开车 失控撞到骑士 自知闯下大祸 吓得不知所措 经走车祸发生在18号晚间 驾驶酒驾上路 行经南投草吞士 疑似车速过快而酿祸 遭状的72岁骑士 宋仪宣告不至 警方到场发现驾驶酒测值 高达0.63 酒驾夺走人命 被疑公共危险 及过失致死罪嫌 移送侦办 记得桃源南投综合报导